区域性步伐辅助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步伐的协调性和熟练程度 让我们在游戏中获得记忆的提高 前面介绍了步伐的练习 同样的步伐练习它也有一些辅助手段 那么我们可以因地制宜进行一些跟步伐密切相关的练习 那么它下面要进行的一种游戏式的练习 融合了以毛球步伐的启动 转身 跨步 回动 以及手上的抢球这种的手段组合了一个练习 我们让运动员做一个最简单的演示 现在要进行的是两边抢球百位的练习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启动有转身 身体重心一直保持在低位 它对两边接杀球的步伐练习 有一个很好的提高促进作用 好的 预备 开始 在这个简单的练习中 我们用了两个人反方向同时开始 它可以出现结束的时间不一样这种效果 也就是说可以分出胜负体现自己的速度 那么在练习中可以采取五个球 八个球 十个球 随着你的能力的加强 球两边的交换的球的数量可以增加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左右两侧的辅助练习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一种前后四个点的下手的抢球练习 现在是进行顺时针的跑动 我们只在四个点放了一个球进行表演 那么同样的随着水平的提高能力加强 可以一个点放两个球 或者说对身材高大 还有体能好 能力加强的时候 可以拉开距离 加强四个点的跑动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演习 大步夸 这位队员进行的是不是顺时针 是交叉步伐 穿过中长的练习 那么后面表演的是 穿过中长期两个大斜线交叉的跑动练习 这对步伐的提高都具有很好的作用 那么在练习过程中呢 如果是两人 我们可以采取 同一个场期 进行比赛 一个选手进行逆时针 一个选手 跟着在反方向进行 这种带着竞赛性质的手段 进行这种练习 好 我们让运动员展示一遍 开始时 两个运动员固定在中心点 脚碰 脚 手都交叉在一块 当得到口令以后 迅速的朝着自己的目标 和方向进行轮转 好 预备 去 好的 这种练习 它有一定的气味性 但是 由于一直保持身体重心的低位 所以它也有一定的难度 我前面说过 这种练习的效果 可以达到启动 并步 跨步 伸展 包括回动各个环节的力量 和熟练性的练习 应该说 它对步法的移动 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建议大家 在有时间 有机会的时候 可以进行 这些方式的练习 好的 这一节课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